第一個demo出來 我就會先把自己 狡猾一頓 就是你怎麼那麼爛 你這個廢物這樣子 這個東西那麼難聽這樣子 然後所以在做的過程 其實是蠻痛苦的 你會怎麼樣看待自己 怎麼看待我自己 現在的自己 這個是靈魂拷問 對啊 哈囉大家好 歡迎收看因你而在 我是主持人Tim 那今天呢 非常榮幸邀請到 Limi 他們最近發行了 第三張專輯 是 我先請他們來自我介紹一下 讓我們有請Limi 哈囉大家好 我們是Limi 我是Li With me 對 他們在最近發行了自然現象 是 對 然後那時候我是因人際會 剛好收到邀請 然後就聽了你們聽歌會這樣 對 然後剛好就簽上線 然後就覺得 這一次很榮幸可以跟你們訪談 沒有我覺得我們比較榮幸 因為其實我們 我們知道這個頻道已經很久了 然後終於在這一次就是 有機會可以來跟Tim認識 然後跟觀眾朋友就是分享 我們的這個第三張自然現象 是我們的榮幸 你們 你們從20 也是從2018嗎 我們一堂 從差不多2018開始出道 對 2018 2019 這樣 跟我差不多 就是我們一看著 五次成長 對對對 互相成長這樣 然後因為那時候其實你們第一張 其實那時候第一張的時候 二分之一我就有在關注 然後終於等到第三張 然後這一張終於有機會 這樣子一起 真的是看著你們長大 謝謝 看著我們一起長大 我們也看著你長大 對 很棒 因為其實你們第一張專輯是 二分之一 那因為第一張呢 其實你們二分之一是比較描述 比較偏 偏向愛戀 然後到第二張Bad Baby那一張之後 然後延伸探討了自我跟愛情 對 然後到這一張自然現象 你們要不要來介紹一下 自然現象的專輯概念 我們自然現象呢 是一種回歸初心的感覺 因為是從第一張的 懵懵懂懂對戀愛充滿幻想 對 然後第二張是在愛的過程中被傷害 嗯 然後第三張呢是 嗯 回歸初心 然後擁抱身邊的人事物這樣子 對就是 對我來說我會覺得有點像是一個 反撲歸真的過程 就是從 一開始你 嗯 可能那種青春期 那種愛戀的心剛萌芽的時候 你對很多事情都是 很有 興趣 然後覺得很新鮮 很興奮 很憧憬的 然後再到第二張就是壞壞寶貝 他可能是 我體驗了很多 結果卻 也受傷了很多 然後再回到第三張就是 這個 故事的主軸就逐漸變成說 我也接受我受過傷 然後我也接受 我自己是一個這樣子的人 然後我試著去 更愛原始的自己 然後愛我身邊的人這樣 就是一個 簡單說就是反撲歸真的感覺這樣 但是算是就是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靈感 會回到反撲歸真的 意思是說可能 你們之前有 在真實生活中 可能有經歷過這些嗎 還是 我覺得其實大部分我們的 音樂的主題都還是 跟我們自身的生命的經驗 是有相關的 然後 雖然這樣講 我覺得是有一點害羞 因為我們一直都說 我們有設計一個人設叫做少女 但其實那就是我們自己就是比較難以跟 朋友啊 或是跟身邊的人就是 難以啟齒的那個部分的我們自己 那的確就是在生活中遇到了這樣子的體驗 所以有了第三張就是 自然現象這樣子 你說這張相對來說比較難以啟齒 還是說前面 沒有應該說是就是整個LIMI 就是我們平常不敢跟朋友分享的那個 就真的很內心的 對很少女 然後可能講出去會被別人笑說 你怎麼就是 這麼 這麼敏感 這麼鮮心 我以為你很大啦啦 對對對 就其實LIMI這個 這個品牌啊 這個這個這個身分 對我們來說就是這樣 就是我們外顯的形象 就是我們給人的感覺 其實都是偏陽剛 然後比較大方 但其實我們內心也有很多小劇場 然後也不知道怎麼跟別人分享 對就藉由LIMI這個身分 就是盡情的抒發 我們這個這個方面的想像這樣 其實這張專輯 你們它其實延伸了很多的愛情 對 不管是可能對母親 對可能另外一半 或者是可能對家人或什麼的 因為其實 愛有很多方式 沒錯 那愛的理解其實有很多種 有些人說可能是成熟是一種愛 有些人說勇敢是一種愛 那對你們來說的話 你們 是覺得說你們因為愛 曾經因為愛有迷失過或是之類的嗎 我覺得 這個三張這樣子整個脈絡看下來 其實 你可以發現說就是這個敘事者 這個少女 她從一個活在自己的世界 活在自己的幻想裡面的人 她開始逐漸變成 我去多放一些關注在我身邊的人身上 然後其實愛有很多種嘛 你剛剛說的就是我不再那麼執著在一個愛情的這個愛上面 其實還有很多愛也是可以給我們能量的 就包括像母親或是家人的愛 就是所以有了水這首歌嘛 那或者是可能就是單純的就是對於大自然的 然後很感動這個環境 對對對對對 就是逐漸的就是這一個人 其實也就是我們啦 就是逐漸把焦點從我自己身上 然後或者是我跟另一半的這個關係上面 就是逐漸的擴散 然後到一個 更可以去照顧身邊的人 然後不要那麼活在自己的世界的狀態 這樣有時候太關注自己的時候 會反而忘記掉身邊的人 對就會很容易變成 我覺得第一章就是 或是第二章就有一點像那種悲劇的主角的感覺 然後這可能是我們在比較年輕的時候 很容易會有的感受 就是你會覺得 為什麼就是我的情路這麼坎坷 永遠都是我這樣 受傷的都是我 對對對 但是怎麼都被我遇到這些人這樣 但是其實時間慢慢的就是當我們在成熟一點 就會發現 其實除了這些人之外 還有超多人就是很關心我們 然後很愛我們 那就算不是人好了 就是這個大自然 這個世界其實一直在給我們很好的回饋跟能量 對 你們自己有遇過 想說像你剛才說 水這首歌 對 相對可能是家人 或者是可能 可能是大自然 那你們要不要詳細來分享一下這些歌的那可能內容故事啊 或是巧思之外 嗯 那 呃 我們要從intro直接講 好啊 我們要順著說嗎 還是我們順著說 就從自然現象上 好我先講第一個自然現象好了 因為那時候我其實一開始就被驚豔到是那個和聲 啊 我覺得我變超好 對 我就想到 因為原本是泥男的方式 然後我就想說 哦 會有什麼變化 結果突然用和聲加進來 我就覺得 哦 我好愛哦 啊 謝謝 那不要來講一下 我們先從自然現象好了 好 其實最一開始 我跟V就想想說 就是我們要用自然現象去表達 就是各種類型的愛的這個事情 這個設定是最早就很快就有的設定 但是當時沒有辦法很好的歸納出 就是說 到底要用什麼樣的一段話來貫穿整張專輯 然後我很喜歡看那個PTT的詩版 我就剛好滑到一首詩 它就叫做自然現象 就剛好跟我們的概念是符合的 然後它的內容我一看我就覺得 天啊 這就是我們想要講的故事 自然而然 對 就是很自然而然 然後 我們就聯繫了這個作者 所以在intro這首歌 我們就用了他的文字 對 尾翼的文字 然後來作為整張專輯的開場這樣 然後接下來就是光合作用 對 光合作用主要是 立在疫情期間發展的一個小興趣 對 它有在種植物這樣子 然後它是在 浇水的時候突然有靈感 就覺得說植物需要的東西不多 對 只要有光跟水就可以活得很快樂 然後 反思到我們自己身上的話也是 就是 有時候慾望越多的時候 反而會讓自己 越迷失這樣子 對 有些 就是 尊重我們自己已經有的東西 就可以很幸福了 這種感覺 對 對 你們自己迷失過嗎 我覺得會啊 一定會 一定有 迷失在 追逐 不論是 對象 或者是 甚至是物質生活啊 然後 追逐 成就也算是一種 你說在音樂錄上 對啊 你可能 一定大家都會有經歷過這個時期 就覺得為什麼我不夠紅啊 或是我不夠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等等的 為什麼我沒有入圍 等等的 就是一定會有這個時期啊 我覺得 那逐漸的就是到現在 我不會說它是一種放下 而是 我們好像開始可以用 別的角度 來看待自己 然後 可以看到 在 我們在意的這些小小的事情之外 還有一個非常 美好 然後非常廣大的世界 這樣 對 阿民喔 一定 我自己也有啦 就是 比如說 以做音樂來說的話 以前的時候我會 非常的 不放過自己 這樣子 對 就是 會一直想要追逐一個 很虛幻的 成就感 這樣子 對 可是後來做久以後 很累這樣子 是對音樂的還是說對 自己 音樂上面事情的成就感 還是說可能對 音樂上面的 表現嗎 的表現 對 主要是音樂的表現 就是會想要 做到自己 做到自己 目前沒有辦法做到的事情 然後就會 追求突破 這件事 對對 然後 比如說 我在做音樂的過程 第一個demo出來 我就會先把自己 描一頓 就是 你怎麼那麼爛 你這個廢物 這樣子 這個東西那麼難聽 這樣子 然後 所以在做的過程 其實是蠻痛苦的 但我以前的時候 我都會覺得 要這樣子才可以做出真的好的音樂 嗯 我會這樣覺得 可是這張的話就 等於是跟這個 做音樂的方式 妥協的感覺 就是放過自己 對啊 放過自己 就是讓他自然而然的話 對 可是我覺得也意料 就是 算是 如果說這三張來說的話 其實真的是 最喜歡 啊我也是 對啊對啊對啊 不管是從 各種聲響 或者是整個表達方式 是 就是你會很輕鬆的聽 然後你也可以 就是細細品味的時候 你是會很 整個狀態會是很舒服 對 這次真的是很 很從自己的內心聲音出發 對 我覺得蠻有趣的一點 就是 當你身在這個 事情裡面的時候 你很多時候看不見 你自己的盲點 嗯 比方說我們可以聽到有一些 長輩可能在 評論我們的音樂的時候 可能在前面他可能會 有一些人會講說 嗯 有野心啊 或者是不夠 單純啊 然後不夠 不夠有音樂性等等 就是 家人 家長輩嗎 應該是說 音樂圈的長輩 對對前輩 前輩 那當時我覺得 聽到這些評語的時候 我都有一種 就是 你在說什麼 就是 這是什麼意思 就是什麼 什麼叫做目的性太強 什麼叫做太 太 有野心 等等的 就是我不太清楚這個意思 但是一直到就是第三章 就是做完之後 我才真的有感受到就是 第三章是非常誠實 然後我們也沒有奢求什麼 我們其實就是要陳述的 嗯 很簡單然後很 很渺小 可能對很多人認為就是 最有什麼好寫成歌的主題 但他卻是最 貼近我們自己內心的 嗯 就是 反而在這樣的狀態之下 我們沒有 想要追求什麼 然後 卻最 誠實的就是做了一張 專輯 那參國也很棒 對 嗯 你剛才有說 就說到 嗯 因為其實我還是 剛才這樣聽下來 其實沒有太理解說 可能前輩他們說的 很有野心 或者是 很感恩地 嗯 比如說 會說 欸你們的副歌 不夠有hook 或是說什麼 呃 你們做的音樂 感覺 很用力 對對對 就是 尤其我以前最不 聽不懂的就是 有一些樂評會說 不純粹 就是你的音樂 不純粹 然後在 你在裡面的時候就 你身在那個角色 或是你身在那個狀態裡面的時候 你會很難去理解 什麼叫不純粹 那一直到現在就對比 我覺得 可能在早期 甚至在Limi之前啦 我覺得不 不是在說 我們的第一張或第二張 是可能在以前 就是做音樂的狀態 你在寫歌的時候 其實會 想很多 你會想 呃 我把故事講好之外 我想要人家喜歡我 然後我想要 大家可以跟著唱這個副歌 我想要他可以在 呃 什麼場合 可以被播 然後我想要入圍 什麼講 對對對 我覺得這就是 所謂大家說的 不純粹 就是你想太多 而不是單純的就是 做好一個歌 或是一個音樂這樣 嗯 然後這件事情 有一些人他很渾然天成 就是他對他自己很很真實 但至少對我來說 我覺得我是花了很長的時間 一直到就是這一張自然現象 這張專輯 我才真的學會 就是很誠實的就是做一首好聽的歌 我自己喜歡的歌 這樣 嗯 可是我對我自己來說的話 就是沒有之前的掙扎 也沒辦法那麼的自然而然 對對對 其實都是一個體驗 對 那個自然而然是經過很長久的累積 才有辦法達到的 嗯 對我來說才有辦法達到的境界 對對對 所以在第二張到這一張專輯 其實你們算也沉積了一小段時間 對 才產生了一張作品 對 在這中間的過程中有出現什麼樣的轉變 促使你們產生了就是面對自己啊 這樣的想法 什麼樣的轉變 我覺得最大的就是大環境的變化嘛 就是COVID這件事情真的影響到很多人很多 很深層很全面性的 然後養殖物我覺得算是一個開關 就是因為COVID就是大家有非常多的時間 你可以跟自己相處 那在跟你自己相處的時候 你可能會從很多的面向去審視自己的不足 那可能剛好我就是被植物打開 我發現欸 就是我跟植物比起來 我是一個好貪婪的人喔 我想要的東西好多喔 就是我可能又想要紅我想要錢以前啦 就是可能想要愛情 然後我想要b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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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可是植物它沒有 它就是一個很humble 就是很謙卑 你只要給它水 曬太陽 它就可以很健康的一直活著 我自己被植物這件事情trigger到 那我覺得可能是跟 因為跟自己的相處的時間變多了的關係 我才可以對我自己有這層的認識這樣 那你要分享 我自己的話 就是疫情剛開始的時候 我自己一個人去了蘭嶼一趟這樣 然後那個時候一個禮拜 每天都在看海 所以它後來的時候 例如說要做自然現象 我就覺得 我就覺得對阿 因為真的是被自然療癒的感覺 就是出發前的時候 我應該是處於一個精神崩潰的感覺 我在路邊蹲下來大叫這樣子 真的喔 對啊然後 是為什麼會 很突然 我已經忘記為什麼 就是長久的累積 壓力太大 對像那個 我之前看星座有說 天秤座是那種 平常不太生氣 可是一生氣就會 炸裂 我那個時候應該就是 對炸裂的時期 已經到極端時了 然後極端的傷害身邊的人 對他們很不好意思這樣 可是去了那一趟以後 這樣會覺得說 就是世界很寬廣 每天看著海的時候 不知不覺自己心情也變寬闊的感覺 大自然很療癒 然後在那個時候一直在想 一直在想 腦袋裡一直不停在跟自己對話 回來大概過了一陣子 聽到自然現象的時候覺得 一定要做 然後想法很多 這樣子 對那個時候真的是 對自然的體悟最深的一段時期 可以說是藍瑜 影響了這張蠻深的 至少影響我個人 對 因為連那個 剛才我有跟那個咪分享 就是連Linian他也是 因為藍瑜然後他也是大哭 然後之後就解放 真的喔 真誠真實的面對自己這樣 藍瑜是一個很魔幻的地方 可以讓人這麼大崩潰耶 對 因為藍瑜的海真的很漂亮 真的很漂亮 就面對這個世界 可以更坦誠地面對自己 就人這麼小這樣世界那麼大 對對對對對 大概是這種感覺 那那個 那些閃電子像你呢 這一首是 這首詩 它原本是玩瑜老師的詩 然後我自己一直都有看 現代詩的習慣 因為當時我們 決定要做 自然現象的這個主題的時候 我們就很快就 馬上就想到 欸 玩瑜老師 他的作品 因為他其實用了很多 自然的元素 像什麼自然 比方說像 什麼 類似自由式啊 潛水啊 或者是海啊 然後跟 像閃電嘛 就是他有 他很善於就是用 自然來描繪就是 一個人的心境 然後他的 筆觸又很 很女孩子 就是非常的細膩 對然後他觀察人的角度 我覺得都很特別 然後寫景色的 出發點都 都很有意思 然後我自己非常喜歡他 那我們在寫歌的時候就是 我都會帶他的詩集 就是看說有沒有什麼 可以讓我們今天有一點靈感的這樣 然後當時在做 在寫這個閃電的時候 我們就想說 嗯 那不然就試試看 就是把那些閃電子 像你的 的詞就是 我們先把它 套進去唱唱看 然後就有了一個 demo出現 然後這個時候 我們才寫信 為了萬宇老師 願不願意跟我們合作 然後授權這個 內容 詞曲呢 對對對 是這樣子的一個 故事 可是那時候 如果套用在 可能自己身上的話 你會怎麼樣去 去看這種詞曲這樣 我覺得 那些閃電子像你 我覺得很多人有很多 就是各式各樣的解讀 那我自己的解讀 就我第一次在讀的時候 我覺得 閃電跟雷聲 它代表的是一種困境 就是好像 有一種我被全世界針對 就是一個大雨天 然後我走在路上淋著雨 結果閃電跟雷聲 都往我這邊衝過來 我第一次看的感覺是這樣子 然後但是它裡面有說到 就是它依然向前行 因為它知道 雨衣的行星就藏在 對方手上 就是 雖然我在這個困境中 我這麼 這麼難以前行 但是我還是一直努力的往前走 去找到那個 我要找的人 或是我想要的那個東西這樣 那我第一次的感覺是這樣 然後後來好像我看了一些 其他人的評論就是 也有人認為他在寫的是 就是那個 一觸即發的那種 一見鍾情的感覺 被殺到 對 瞬間電到電流這樣 對 我覺得好像比較是這樣 就是我好像有一點 舞盤 但我覺得也是現代史 就是有趣的地方 因為任何人都可以 有一種解讀 自己就會解讀這樣 對 然後我自己實際上 我是沒有問過晚宇老師說 那你可不可以跟我 想他的故事這樣 對我就是用了我自己的解讀 然後我寫了一個家常版嘛 就是最後這首歌曲裡面的 詞的量是原本的詩的大概兩倍這樣 我就把這個 我寫完的版本給晚宇老師看 然後晚宇老師就跟我說 他覺得非常好 沒有什麼想要調整的地方 然後最後就成為了這首歌 所以可能我的判讀也沒有太離譜 那阿咪是怎麼樣解讀這首歌的 我自己 哇 那我也是亂解讀一下 因為對我來說 那個閃電是一個 勇往直前的感覺 對我來說 就是那個閃電指向你是 他知道 他就是要找到你的感覺 對 所以我自己在編曲的時候 是有把我自己的解讀融進去 結果跟大家都不一樣 沒有關係 但是結局來說是很不錯 對對對 因為其實在 其實剛才那個Leo說到 就是歌詞他裡面就有說 就正正期待就是有 憂鬱有無語 然後同時有心 對 那音樂剛才你有說到就是 他其實 你其實他是 就感覺說好像那時候 其實有很多被一聲或什麼的 在針對你這樣 對 所以就感覺說其實那時候 你的狀態下應該會是很 能說挫腫很低潮 對 對對對 我想一開始想像這首歌的時候 我覺得是很 很 很困 就是充滿困境的一個狀況 然後 只能期待這座城 有 有雲 有烏雲 然後 有雨有烏雲 又有心 對 就是我覺得他講的就是 我的解讀啦 就是我覺得 就是情況就已經發生了 在這麼糟糕的情況下 你怎麼還能期待好事 就是那個星星還存在 就是 那同時你也可以換句話說 你也可以說就是 有一好沒兩好 就是你怎麼可能什麼都要 我在這個 就是這麼一個小小的城市裡面 你怎麼可能所有東西 都是你一個人獨享 你又要看雲 又要看雨 又要看星星 對 所以這首是我的解讀 可能比較不是愛情取向的 我覺得感覺我被刺激到的 反而是 可能我在做人 或者是我的 工作的成就啊 等等這一方面 然後就是剛剛剛剛講到 會比較 對 maybe比較貪婪啊 這一塊 對 OK 那如果接下來 因為剛好接下來這首是 那個 水 然後是跟雷琴 對 然後剛剛也是比較 算是有很多聲響 他本身也是做很多聲響 我覺得也是蠻厲害的 對 在他歌曲裡面 對 然後彈一下這個 這個歌然後 你們合作的契機 主要契機的話應該是 我們 在做完第一遍歌的demo的時候 直接就想到他 對 這首歌要是有雷琴在的話 多棒 就覺得不可以只有女生的聲音 然後要一個男生 那男生是 誰就是雷琴 就想到了 然後因為這首歌一開始的設定 嗯 最早就是想到的就是 副歌那兩句 就是 So tell me 你怎麼這麼漂亮 然後本來就想好就是 要寫給媽媽 對 然後我們就覺得 欸 雷琴的形象也非常符合 因為他 就是一個 大暖男 然後他跟他家人的感情非常好 然後我就覺得 欸 很適合他 然後他也很適合這個歌 就是兩個是相符相成的 然後就 我們就馬上跟他聯絡 那在之前其實我們只是 知道彼此的存在 不是不能算是真正的朋友 嗯 但是因為這首歌的合作 我們就變成滿好的朋友 這樣 啊 剛才有提到說他其實算是 對母親的愛 對 那你們自己對母親 或是可能不單止母親 可能家人方面的愛 會有 就是你到現在跟他們相處還是一樣嗎 我覺得愛一定是會有的 只是 愛的方式會越來越不一樣 就是 我們隨著長大嘛 可能越來越有能力啦 或是懂越來越多事情 然後 以前可能就是純粹的母親節寫個 小卡片 甚至可能還有叛逆期 對啊 我是一直很叛逆的人 對啊 我的話 國中的時候也稍微叛逆一點點 對啊 可是長大以後就會想 用各式各樣的方式來表達 自己的愛 或是以前可能 比如說跟父親 就是父親比較威嚴 不太敢跟他聊天 可是長大以後會能理解說 他大概在想什麼 然後會比較能聊天這樣子 對對對 我覺得我的狀態也是這樣子 就是我小時候覺得 我媽很兇 然後很不好溝通 這樣 然後一直到這幾年開始 我就 比較認知到就是媽媽 其實真的很不容易 很辛苦 然後很偉大 然後也是因為這樣子的感受 就是才有了水這個想法出現 就是好像媽媽從生了小孩之後 就大家就再也不會稱讚她很漂亮了 就好像變成了偉大的媽媽 那大家說到媽媽都會說 你好偉大 那我就想一個女生其實最開心的時候 應該不是被人家說什麼 你很偉大 而是單純的就是如果有人跟我說一句說 欸你好可愛 或是你很漂亮 這樣其實會讓我最直接的就是我會感到很開心 那就是這樣子的契機 所以就想寫 跟媽媽來一句很簡單的稱讚 就是其實你還是很漂亮 你在我心中 我怎麼看你 雖然你可能覺得你自己老了 或者是沒有年輕的時候 這麼意氣風發 但是對我來說 你還是一個很漂亮的女生這樣 你現在還是會稱讚家人嗎 我真的是沒有稱讚過 我就是只能 寫在歌裡 對 我跟家人的關係比較 我不是那種很坦率的人 就是我比較不是很可以直接的對我的 對 所以我也只能用寫歌的方式去表達我對他們的感謝這樣 所以那時候我們就原本就是這首歌的想法是說 可以在母親節之前就是完成 然後在母親節的時候就可以上這首單曲 但是因為delay 所以就是沒有順利 但是當時已經 demo其實已經好了 然後我就 有發給我爸媽說 這個母親節快樂 這個要送你的 然後我媽就回我說 謝謝喔好聽 就這樣 然後我覺得這很棒 這就是我們家相處的方式 就是簡單輕鬆 然後直接 然後不要再多問 對 所以現在不太也不太會可能跟爸媽聊天 但是可能就平常互動就比較簡單 還是會聊天 但是比較少會去 我們家 我覺得可能大多數的可能華人的家庭都是這樣 就是你不太會跟父母講真心話 或者是那種太情緒層面的 或是可能第一槽挫折的時候 也許吧 我不知道我自己是 我是比較壓抑自己的 對對對我自己也是 那你會嗎 你會分享那種 我覺得情緒類的我是真的很少說 對 就是 通常的時候是 針對有非常重要的事情 才會想要跟父母親深度的溝通 對 而且可能都是比較偏向的是 現實的事件 可能說 我失業了 可能這種 離職 我可能要搬家 這種 但你不會跟他講說 對 你比較不會去說 我最近心情很不好 或者是我最近可能 我有一個喜歡的人 就是這種比較不會去講 都沒講 完全沒講過 很少 還是說 因為可能他們 就是他們之前有回饋 可能 不是你期待的樣子 所以 才選擇 就是 比較不會分享這些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 就是我們家的話 大家比較不會去說 自己的感受 對 包括我爸媽他們對我 他們也比較少說自己的感受 大家就是 的對談比較就是 停留在 現實的 事件 這樣 有發生的事情 這樣 但是近幾年來 有越來越好 就是我也開始試著 多一點點跟他們分享 我自己的 感覺 對 我們家的話 我媽真的是 就是完全不一樣 我們會一直跟我媽說 心裡話 我媽是我們的人生導師 就很多時候是 比如說 想起他以前國中跟我們講的話 到現在都還很受用 這種感覺 有沒有例如什麼 怎麼說 有點 有點不太確定 就是很多事情 詳細的話我不記得 可是那個大概的概念 比如說要對 你愛的人誠實 這樣子 對對對 就是你那個 你愛人的時候啊 是 他把他的人生一部分交給你 你不可以辜負人家 之類的 好成熟 國中高中跟我們講這種話 他以前 他不是這樣子講 只是 同樣的概念 對 概念是這個樣子 對啊 所以就是 以前的時候真的遇到很多 挫折或是難過的事情的時候 會跟我媽分享 這樣子 但我爸的話就比較不一樣 因為我爸是嚴父的概念 比較嚴重 對 我媽是我們家的溝通的橋樑 這樣子 所以很多話都會跟母親分享 對 因為像我剛才我想到一個就是 前陣子我跟家人吃飯的時候 就難得有一次想 因為平常工作可能比較忙 對 就可能沒時間聚在一起這樣 然後那一次我記得有一次是 剛好全家一起去吃飯 然後那時候我爸 跟我說了一句話 他說 我覺得跟你現在很像陌生人 就是我感覺跟你很不熟 對 然後我就 當下我沒有回覆什麼 然後 我就 那時候我就在想說 是因為我不跟他們分享我自己的心情 或者是 想要知道我什麼事情 因為其實我 我自己好像真的就是不太會分享這一類的事情 即使在外面碰到任何事情 好像真的都是不太會分享 對 所以那時候我就想說 欸對啊 可是家人明明這麼 可能這麼支持我 這麼愛我 就可能他對我 所有選擇都是信任的 對 那 可是到現在 可是我覺得到現在好像也不會特別去分享什麼 可是我覺得 有時候就跟他說 喔 我回來了 或是喔我現在還不錯 嗯 從一點點的努力開始慢慢做 我覺得是需要練習的 就是你要去漸漸習慣這件事 像我最近 因為我跟我媽媽還是 我自己啊 就是我還是比較難以啟齒 就是我 的感受的這一塊 但是我就會練習可能 兩三天我就打電話去跟他說 啊你吃肉嗎 你在幹嘛這樣 然後他每次就會覺得說我很奇怪 為什麼我打去都問他你在幹嘛 所以你吃飯沒這樣關係 對 可是這個就是我 其實就等於我的我想你喔 就是我有想到你 只是沒有直說這樣 對 就從這邊開始 然後也因為我有這個問句 他就開始會說一些他的 他的生活啊 因為我們現在沒有住在一起嘛 所以也透過這樣子的方式 就讓我更了解現在的他這樣 就慢慢的 讓這個關係變得更好這樣 對 那剛才 因為剛才其實李還有講到一個 就是你說 其實之前你面對的很 就是在這中間 然後面對很多 那到現在你 你會認為 你是怎麼樣的 你會怎麼樣看待自己 你也可以分享 好我覺得這個問題有一點 有點困難 怎麼樣 怎麼看待我自己 現在的自己 這個是靈魂拷問耶 對啊 那不然我先說好了 我覺得現在自己很棒 就是 會覺得周遭都是很棒的人 然後我自己 我們這第三張專輯做完 非常的滿意 然後 感覺 沒有什麼遺憾這樣子 對 所以很滿足 會希望 以此 就是越來越好 就是 現在很棒 以後也會很棒 我會覺得是這樣子 對 我覺得 我 一直都很棒 當然 應該說 我的很棒 不是現在的感覺 但是我覺得 我現在 的狀態很舒服 就是 然後 比較 對自己比較誠實 應該說誠實很多 我 剛剛前面有講到就是 我覺得以前 在 不管對 別人 或是對自己的 創作來說 都 沒有那麼純粹 就是很容易會有 太多的目的在裡面 然後一直到現在 我其實就是 很 誠實地面對自己 就是 我到底想要留下什麼 作品給 大家聽 我到底想要分享什麼 然後 現在的狀態讓我覺得 可以說真話 然後 我自己感到很舒服 這樣 對 OK 所以這感覺很解放 有一點 我最近 因為 其實 Limi一開始在出 第一章的時候 就是那個 風格非常的夢幻 然後 當時就會有一些話 就會 不太敢講 就會怕大家 會不會 因為這樣 因為我講了一些 比較搞笑的 對 或者是比較 不仙的 對 沒有仙氣的 就是會破壞大家的想像 這樣子 就不太敢講 但是到現在 我就已經漸漸放下 這個對自己的禁錮 就是覺得隨便 我是要開心做我自己 對 那我們談到意外這首歌 對 談到意外這首歌 我們必須要講一個非常重要 但一直沒有提到的人 什麼是 他的名字叫圖恆 對 對 我們從 開始到現在我們都 忘了提到就是我們這張專輯 應該是最大的 來賓 對 最大的嘉賓 就是能讓我們 這麼自然而然的 表達內心 都是因為有他的關係 真的 對 他太厲害了 那意外這首歌呢 其實就是 他的想法嗎 應該不是說想法 就是我們本來就是想要有一些 純音樂在 那我們之所以會 非常肯定的 想要有純音樂 就是因為圖恆他吉他非常厲害 嗯 因為他的吉他是可以表達出 內心的吉他 對 就像比如說 那些閃電子像你嗎 然後 他也是看過的詩 然後彈 就是 想像中的樣子 HOME也是嗎 HOME也是 我們都會給他一些很抽象的指示 就比方說像意外好了 我就說 就是要那種很開心 然後出去交遊啊 然後在路上 你會 你會有的感覺這樣 然後 他就喔 那是不是這樣 然後我就 對 對 很有意思 然後像HOME也是就是 我們講說 要 要回家了 旅行要結束了 然後 你坐在車上看窗外 就是這樣景色飄過 你依依不捨 可是你又覺得滿在而歸 然後就這樣 然後 對 這是我們想像的畫面這樣 真的 那時候剛聽的時候 剛好 就剛好是在坐車的旅途中 對 然後真的就 瞬間我就感受 那個能量就能感受到 這樣 瞬間想回家 沒錯 這個就是 圖恨最棒的音樂能力 對 對 意外這首歌的話 其實就是我們 會想要是 講回這個 三個 純音樂的部分 對 然後 自然形象是開端 那意外對我們來說呢 就是玩樂的旅途 對 就是旅途的時候 大致上都是開心嘛 都是開心的 可是意外就是 比如說 比如說 啊 趕不上火車 或是啊 被散傷 小小的一個 轉類點 就是旅行的小小的轉類點 都是開心的 就是這些意外 在 玩樂的時候 然後都會變回憶 甚至過了幾年 還會特別拿出來 欸你記得我們沒趕上火車嗎 對對對 類似那種概念 真的 對 然後我們還在裡面 就是真的有放了 就是我們三個一起出去玩的時候 聲音 對 錄了聲音 但是很小聲就隱隱約約 你可以聽到我們在聊天這樣 然後裡面還有說 是誰被曬傷 圖恨 圖恨被曬傷 然後還有圖恨說 他還玩不夠 他還想要再去什麼 先睡玩 對 然後我說不要 我要回家 對 直接回到 home 那首歌 其實這個 每個對話都是我精挑細選設計過的 但我拉得很小聲 所以要是對聽力非常有信心的話 可以挑戰看看 那時候我聽到說 就覺得很細膩 然後很喜歡 就是那種是很自然而產生的那種感覺 對啊 對啊 因為我們三個私底下真的算是很不錯的朋友啦 就是我們就算單純出去玩也可以玩得很開心 然後現在把它搬到就是音樂上面 我覺得這次合作真的是愉快 然後很順利 然後過程大家都非常滿意 結果大家都非常滿意 結果大家都非常滿意 對 那如果他說你們自己在可能旅途中的話 真的有什麼意外 是讓你們覺得很難以忘懷的嗎 我自己就有一個啊 那個我真的是到現在 就是剛剛說沒趕上火車的事情 我跟一群朋友要去綠島 然後我們約好時間以後嘛 他們全部的人 就只有我一個人準時到 全部的人從兩邊手不提這樣上來一起遲到 然後我們就沒有趕上那個去綠島的船 就臨時在那個台東隨便找一間住這樣子 然後隔天再出發這樣 對對對 只是就是很臨時 所以房間很小 就大家一起在一起 因為我們很多人這樣子 然後在裡面 嗯 發生了很多很有趣的事情啦 就是 就是跟朋友出去玩的時候 啊 就會有那種 互相嘴炮啦 然後過好幾年 見面的時候 我還說你們這些人 那個時候竟然一起遲到 非常的過分這樣 然後 的確是完全沒有預料到的事情 啊我也想到我有一個 我覺得好像跟朋友會比較多耶 嗯 我有想到一個是我 我大學的時候跟我的好朋友一起去那個花蓮的木谷木魚 然後那個時候就是大家還是開放的 然後你申請就可以去 然後你可以跳水這樣 然後那時候我跟那個女生就是我們去湖裡面玩 然後就踩一個石頭 就那個石頭竟然是鬆動的 跳下去 他就這樣滑了一下 滑掉 然後我們兩個就一起摔倒 在水裡面摔倒 然後我們就溺水了 那可是平常我跟他都是很搞笑的人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我們那時候覺得很好笑 然後所以我們 逆下去 然後起來喚氣的時候 我們兩個都一直大爆笑 就一直哈哈哈哈 就也沒有什麼吸到什麼空氣 然後這時候我們的另外一群朋友 就在岸邊 他們還沒有下水 他們就這樣冷眼看著我們 然後我就起來邊笑 然後邊看到那個冷眼的朋友 我就想說 好過分喔 我們都快要被逆了 我們還在這邊看嗎 對 誰看得出來 對 事後他就說 我以為你們在假裝 因為你們笑得很爽 對 但那個時候是讓我覺得 哇我差點要死掉 對 說起來 我好像也蠻多的 為什麼要分享一個 我剛才才分享一個 我覺得 也是算是意外 前天的時候 然後剛好我是在 那時候在紀州島 然後那時候我是 我是自己去啊 然後我 我在一個比較偏僻的地方 然後那時候 要回去的時候 然後那時候沒有什麼公車 然後那時候 我旁邊就有一個當地人 然後他就跟我說 他就用那個翻譯軟體跟我說 就是你可能要等很久 然後結果呢 後來他就 他就問我說你要到哪裡 然後他就直接幫我叫計程車 讓我回去走 喔 你說他幫你出錢這樣 喔 好好的人喔 然後後來 就因為這件事情 我就想說 太扯了吧 就是 因為之前我去日本的時候 也是碰到 只要我迷路的時候 就會有人出現的那種 然後來解救 哇 然後就是帶 帶一個幸運心那種感覺 我也覺得 我們兩個可能 就是同一天生日的 是不是會有這個運 我覺得是耶 因為我有一次也是遇過一個類似的 就是我在巴黎 然後我那一天要坐飛機 然後我要坐地鐵去機場 然後已經快要delay了 是我有算好時間 但是就是反正我一定要 那個時候坐上 對然後結果那一天喔 就是那個下午的時段喔 開始罷工 然後就是那個地鐵 就不 不工作了 而且是瞬間就是 在我到月台的時候 我就看到很多人怎麼從裡面 反方向出來 對對對 然後我就想說這到底怎麼回事 然後我就 問了一個路人 然後那個路人就跟我說 現在開始罷工 剛剛開始罷工 所以不能坐地鐵 我說那怎麼辦 然後他也是拉著行李 他就問我說 你也是要去機場嗎 我就說對 那他就說 那我們兩個坐一台車 然後我就這樣 就跟他一起坐一台車 而且我們真的是都會有幸運體制 對啊 類似的 很類似的故事 真的 就有順利搭到 就是人生有充滿這種意外 但是後果就是還 就是講起來都還是一種回憶 然後是很開心 是很棒的意外 真的 對啊 很好玩 回想起來都覺得很有趣 那談到那個一陣風這首歌 你們要不要講一下這首歌的故事 他其實是一個失戀的情歌 然後他在講的是 算是暈船的故事 對 對 然後 我 我覺得 有一點有意思的地方 就是其實我裡面寫了很多個場景 都是有性暗示的 但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感受的 真的嗎 對 可以回去細細品味一下 就是我有寫一些 就是 就一些畫面啦 就是 算是比較偏 性暗示 所以 他在我心中 我知道他的真實故事 其實寫的就是一個 呃 他可能跟人家發生 一夜情 或者甚至是一個 炮友的身份 但是最後他暈船 他的炮友 這樣 的這樣子的故事 然後 那時候就選了 那個風這個 作為這首歌的主題 因為風就是一個抓不住的東西 然後他想來就來 想走就走 就很像是那個 你永遠愛不到的那個人 對 然後我們在旋律上面的選擇 也是就是故意寫的很像 那個風的感覺 對 要來要去 對 如果沒有細細聽 就聽不出來 對 對 所以就是整個 整個氣氛就是應該會覺得 哇 有點冷 涼涼的 有風吹過的感覺 然後應該是 我自己算是 我很喜歡很喜歡的一首歌 雖然我們沒有 把它當作主打 但是他真的很好聽 希望大家可以去聽 而且他那個副歌的那個旋律線 也很像風 對 就是一陣 狂風 那時候我們在做 就是寫這首歌的時候 也是就是說 設定 就跟圖文還有咪說 要那個 冷嗖嗖的感覺 有風吹過的感覺 對對對 然後我們就變出了這個編曲 對 因為其實風有很多種 有時候是強風 對 微風 然後會是很多 很多種那種 呈現方 風有很多種 對 我覺得還蠻 蠻有意思的 可以去抓看看 哪些地方是 有性暗示的 好 我回去再仔細看一下 再問你一下 可以可以可以 你再私訊 好 那那個雲散去的時候抱緊我 特別講一下 讓咪來分享一下 雲散去的時候抱緊我 這個是圖恆最喜歡的一首歌 先講這樣子 然後它是設計了很有趣的和弦 超難的和弦 讓力超難寫 我那時候聽到那個和弦的走向 我就一直想說 是不是中間有轉 轉調 轉調 然後我還問他說 是不是那個主歌到副歌有轉 他說沒有喔 然後我一直很懷疑我自己 這個寫的到底有沒有在調上 沒有 可是我們會這樣子寫 是因為你講的那個概念 對啊 對啊 那個概念 你說概念是 他那個時候講了一個很有趣的東西 是 當很多好事發生的時候 你會突然很害怕 喔 你有這種感覺過嗎 事情太順利了 一定有什麼 啊 就是一定不會這麼簡單 一定是有心笑 對 後面一定有一個很落賽的事情 還沒發生這樣 對 可是他我在他講之前 我從來沒有那麼具體的 發現到這件事情 這樣子 你曾經有一路很順利 然後懷疑到 欸 不會到那麼順利的那個時候嗎 因為那時候我記得 莉莉那時候在 停歌會的時候 有分享一件事情 對 欸 你那時候好像對我說 你有沒有要講 你說騎車那個嗎 對對對 對對對 有時候就是騎車 我都騎那個中正橋 然後天氣超好 就是騎騎騎 我覺得嘴角不自覺的上揚 但是 在那個moment 就是我就瞬間覺得完蛋 我等一下是不是要出車禍 就是一瞬間的 然後我覺得比較具體的是 我發生過超多次 就是小時候在地上撿到錢啊 然後後面就會發生一個很落賽的事情 你會突然那個錢會 比方說被警察拍照 或者是開單什麼的 或者是換你掉錢包等等的 就是會有這種事情在 這個我也超常發生的 是嗎 撿到錢嗎 不是 我是 我其實還蠻那個 就是比如說有一筆意外收入的時候 我的東西就會壞掉 他說他的財神也有針對他 他有賺錢的時候 他器材就會壞 對啊 比如說我賺的 像前陣子 拿到一筆錢的時候 我的電腦就壞掉 剛好 數目就是我拿到的那一筆 騙人 真的 就是大概少兩千塊之類的 那種誤差值超小 我就想說你會不會太過 這是剛好的電腦 你說財神也嗎 其實他還乖乖賺正財就好 對我拿到 我拿到那個報價單的時候 我傻眼想說這真的還假的 這個剛好喔這樣 太誇張 而且不只一次 就是我從大概大學的時候 有打工開始 就一直會有這種事情 就是可能 多拿到一筆錢 琴壞掉 然後拿到一筆錢 我的MIDI keyboard 那個鍵斷掉 欸可是你前陣子 不是去拜了轟爐地了嗎 對啊 所以拜完還發生這個事嗎 我的電腦最近那個 只要不開冷氣就會熱當 我之後要拿去 我覺得你要帶你的電腦去 拜轟爐地 對 可能是 欸那台電腦超級那個 多災多難 有一次我們去演出的時候 下大雨 那個電腦 靈雨 對因為演出就是 還蠻開心喔 就是賺錢嘛 又曝光機會嘛 結果回去電腦壞掉 然後也是輪到我們的時候 才開始下大雨 所以那個主辦也還來不及 就是 開始把它圍起來 對對對 然後下一組的時候雨就停了 是因為才是雨神欸其實 欸真的就是我們發完 我們發完閃電這首歌開始喔 就是台北已經很久 好幾年沒有這樣子的夏天 就是下午會天打雷劈 然後會下大雨的 然後每一次就是 又開始最近的下午有下大雨 大家會傳說 是不是你們開始發工了 對啊我朋友就會傳訊息跟我說 欸你真的要去那個創立一個邪教 什麼我出門前還在聽閃電 結果才是閃電 就跟那個誰 甜約和不是有降雨機率 對 然後那個蕭敬彈 他也是那個雨神的代表 對 就有點像這種概念 我們也已經寫了兩首歌 跟跟雨有關的 沒錯沒錯 不好意思 雨神都聚集在做這樣 所以推薦大家可以多聽那個 我們的光合作用 看會不會可以多出一點太陽 轉型一下 對對對 對 講到下一首歌是那個 郊遊 對 那因為其實郊遊 你們其實當中的歌詞 應該有談到說什麼 我們都被困在既期待又想離開的樂園 然後告別現實的邊界啊 告別滿城閃爍的生無可戀 對 你們要分享一下這些故事 郊遊這首歌是整個專輯裡面唯一一個就是 沒有以自然現象為命 對對對 然後當時我想要寫的就是 主歌跟副歌是一個很強烈的對比 就是主歌我在想像說我去郊遊的畫面 然後副歌其實就是拉回現實 就是我根本沒去 這樣然後 呃 這首歌也是整張專輯裡面最直白的 就是最直接的 就沒有什麼太多的修飾 然後也不是在講 愛的這件事情 比較在講自我的成就發展 然後 我覺得滿有意思的 你可以分享一下 主要是我們 因為疫情的時候嘛 其實我自己有這種感觸 就是疫情一直被困著的時候 然後像比如說我家是住一樓 的時候只要打開窗戶就會看到對面的牆壁 嗯 有非常嚴重的被困住的感覺 嗯 對然後我在疫情的時候 有一個小小的習慣是 我會看別人露營的影片 露營喔 露營 他說什麼 單人露營在野外烤牛排 我知道 還有那種韓國帶狗狗去 一個人的 對然後我就會一直看著然後假裝我自己 也在露營 對因為他會拍星星嘛 然後用那種相機 可以拍得很清楚 然後就會覺得心情會變得比較好這樣子 對就是交遊這個歌的裡面的大部分的內容 應該都是我們很常都市人很常會有的 心情的感受 生無可憐的那種感受 對啊就是一直被困在這邊 然後你好不容易有個假期 可是你可能年輕一點的時候 可能是沒有能力去負擔 去消費這個假期 然後再來到大一點的是 你可能有能力了 可是你沒有時間去玩 那可能再過一陣子是 你有時間 然後你也有能力去玩的時候 你找不到人跟你去玩 就是各種情況都有 然後我就是會很常問我自己說 到底為什麼我們要這麼辛苦 因為每個人都會這樣問自己吧 對然後就在這樣子的大問題之下 然後這樣子的時空背領之下 他就寫了交遊這首歌 其實就是幻想自己可以 早日從這個 那現在女孩是會有生無可憐那時候嗎 我也要常常吧 看銀行戶頭的時候 月底要繳錢的時候 就覺得說 還是繼續 生無可憐還是繼續工作 只能繼續工作 對對對 還是當一個植物就好了 只要有陽光有水就好了 對啊 很省錢耶 那你呢 我自己沒那麼誇張啦 就是 我真的快要覺得生無可憐的時候 我絕對會出去一趟這樣子 所以讓自己 調整自己的狀態 對對對 讓自己不要一直 因為如果你待在家裡面 我就會不停的看訊息 我在家裡面是沒辦法休息 我會設定說 好 我今天不休息 我就是絕對不打開我電腦 然後躺了一下還是開一下 對就是嫌不下來 然後我要強迫自己 走遠一點 對就是跟大家說 我真的要出去了 不要你會找不到我 這樣子 對然後整理一下自己的狀態 不要讓自己那麼生無可憐 我再回來這樣子 對對對 對啊 那談到最後一首歌是HOME 就是我們在整個專輯的設計上面 是希望你從第一首聽 就像是參與了一個旅行 對 去到一個大自然的旅程 然後你遇到了很多不同的元素 然後還碰到了一點點小插曲 對 然後一直到最後就是 坐上火車要回家了 所以在這首歌的製作上 這首都是由蜜跟圖橫一起寫的嘛 所以我們在 就是這首歌的前奏的地方 就有放那個 對火車的聲音 對 是那種算是貨車嗎 就是 那種比較老的火車 我覺得那個聲音很棒 我很喜歡 火車的那種自然聲響字 我覺得聽了也會很憂鬱的 對 然後再加上圖橫寫的這個樂句 我覺得是一個非常適合收心的歌 有一點惆悵 但是你還是會覺得 還是有帶一點東西回家 療癒的那種感覺 對 我聽到是感覺療癒溫暖的那種感覺 有心情感覺是會好的 對 就自我一個美好的回憶的收尾 沒錯沒錯 那我要來講一下就是 因為其實那時候我記得 V吧好像在聽歌會說 然後你那時候 你有寫一篇文說 你那時候回家也是崩潰痛苦 對啊 你那時候發生什麼事情 因為那一天的聽歌會 我們其實演了四場 對 就是從第一場好像是一點嗎 還是兩點 兩點吧 我沒有忘了 對然後一路到晚上 就是最後結束的時間是十點 就是一個標準的八小時 然後結束之後身體很累 然後又想到就是籌備專輯的這個過程 就是從詞曲的創作啊 然後一直在做企劃啊 因為我負責的部分是比較多是企劃跟社群嘛 就是做這些素材 就是終於告一個段落的那個moment 就是在我回到家 那個搶廳會結束回到家的時候 就覺得天啊我終於做完了 然後就整個崩潰 對然後覺得好辛苦喔 然後但也很慶幸就是結束了 然後而且成果這麼棒這樣 而且是喜歡的 就是你們自己喜歡 對 對 包括我覺得可能 歌名們應該也會是同樣的感受 絕對要是 就像我也是 就是真的是最喜歡這樣的 謝謝 謝謝 好那最後的話 因為我們還其實還有一個 就是你們昨天有在 Instagram follow 對 然後他們是問說就是 你們接下來有要出實體 對 那要不要回答一下 好我們接下來呢 我們預計會在今年底 或是明年初的時候發行 非常少量的黑膠 然後如果你有興趣想要收藏我們 自然現象這一張專輯的話呢 就可以繼續 follow 我們的Instagram 或是我們的Facebook 那我們相關就是只要製作完成 我們相關的資訊都會在社群上面跟大家分享這樣 還有一個比較有趣的是 就是有人問說如何維持初心 嗯 好 初心 這是一個很難問 但我也蠻好奇聽的答案 其實我覺得如果是我自己在做這個頻道 我覺得我一直都是維持初心 嗯 我即使到現在 有就是如果有可能支持我的人還沒有捐款或什麼 我都是捐出去 哦 因為這我是我是不會收 就是我是 就對我來說這就是興趣 是 我就是想做我喜歡的事 就是我覺得一直以來在做這個頻道 好像也是就是真心的就是感覺跟音樂人交朋友 然後很想就是可能在五年前那時候在樂團這個形式 還比較沒有那麼被那麼多人知道的時候 嗯 然後那時候真的可能我看到很多樂團他們可能是很有可能是很有實力但是缺乏資源 是 所以我那時候才想說我不想做這個頻道這樣 好棒 然後其實我也沒有很求更新 如果知道我的觀眾可能也可能更新很慢或者什麼的 但是我就很盡力的把他們一直做好直到現在這樣 對 所以我覺得我到現在我應該初心還是沒有變這樣 嗯 對 那我希望未來也是能夠繼續來 好棒哦 對 如何維持 對啊 其實就是真的很熱愛的時候就有辦法維持初心 我覺得對你們來說應該應該也是一蠻熱愛的事情 對 嗯 但是我覺得當時間一場的時候你還是會 有的時候你會覺得他想工作 哦 對他是一個專業然後你會有一些規則要去遵守 嗯 嗯 你才有辦法就是讓你的質壓拉得很長 對 嗯 嗯 我覺得維持 對我來說就是維持初心的方式是 你真的要有適當的休息 嗯 對 就像剛剛Tim有講到說我們有沉積過一段時間嘛 那其實那個沉積的時間對我們來說是 除了充電然後找新的靈感找新的題材 然後我覺得是有那一些休息的時間才有辦法讓我們製作下一個作品 對確實 然後平常的休息也要很很足夠 比方說像我就自己就堅持是 禮拜天絕對不工作 對 除非是很特別或是很重要的表演 不然我就是假日盡量不工作 一定會保持一天是完全的放空 嗯 我自己其實 因為做音樂是有時候會幫別人做嘛 然後 對我來說做黎米就是一個維持初心的方式 就是能盡情的把我真的覺得很棒的 對 因為有時候 比如說我跟別人說這個很酷 他就會打槍我嗎 他說不行你要這樣子做 那我就會喔好 這樣子 應該說就是跟別人合作的時候 比較 會有拘束感 服務別人啦 對 不過不一定說拘束感 但是 就是我們比較不是主角的時候 對 就是會沒有辦法那麼的自私 可是做黎米對我來說是完全的自私 我覺得什麼酷我就會放 對 然後我不管任何道理 這樣子 嗯 所以 就是可以讓我們盡情揮灑的地方 對 而且每次做黎米的時候 我們都有很多的想法嘛 比如說像自然現象也是在 休息的時候有這個想法的 對 那我就會在 就對這個主題非常有興趣 然後塞我在休息的時候的各種體物 各種對自然 跟自然有關的聲音進去這樣 嗯 所以做完的時候會覺得依然很熱愛音樂啊 然後 對 我還是跟以前一樣都沒有變這樣子 因為就是 做自己喜歡的事情 就自己喜歡的東西都加進去 對對對 對對對 然後聽到的時候也會覺得很滿足 被自己的音樂療癒到 真的 確實 有些可能細節點可能不知道 但是自己 就會很有成就感 對對對 就是這種感覺 就是這種感覺 做黎米跟我做平台VIP 有點像這樣的方式 好 那最後今天非常謝謝黎米跟我這次的專訪 然後呢 我們今天也會抽出一個新額 可以得到這個簽名版 然後詳細的資訊 我會放在底下的資訊欄 然後最後如果要支持你的話 要到哪裡 要不要講一下 好可以到我們的Instagram 然後我們的Facebook 粉絲專頁 那我們同樣也有一個YouTube的頻道 然後歡迎大家可以去收聽我們的音樂 然後現在自然現象這張專輯 已經在所有的串流平台都可以聽得到的 然後有興趣的朋友呢 歡迎去聽喔 謝謝 好 那最後如果喜歡這次專訪的話 別忘了按讚訂閱分享 那我們就下次影片再見囉 掰掰 掰掰